披着国旗高举台湾称香港标语 有男子在澳洲雪梨街头 表达力挺反送中运动的立场 没想到竟惨遭攻击 一名中国大妈不但指着男子大妈 还趁他重心不稳跌倒 用手边包包猛打一通 更锁喉攻击他 中国海外侨民 类似的围剿式打鸭也在日本上演 你现在说的是国家宗话 听懂了吗 说你们自己国家语言 事实上在国外 中国人面对不同声音 动手动粗不讲理的情况 比比皆是 东京撑港游行 就有中国人刻意阻扰 不但出言辱骂 还开出挑衅 拍我拍我 中国香港人是中国的 我们可以现在立刻见到 这里已经有很多人 是围攻着我 香港网红在瑟谷街头 接放日本民众 对港警暴行的看法 也引来不理性的中国民众 动手抢麦克风 刻意阻扰拍摄 这是一个游戏 你在干什么 不是一个游戏 不是一个游戏 记住 中国民众一面倒 挺香港政府 其实和中国钳制言论自由 脱不了关系 有民众在深圳的旅馆 收看英国BBC 没想到只要播到 香港反送中新闻 不但会被断讯 还会被转台 专制政府一言堂 怪不得中国人到了海外 玻璃心不堪一击 三迷新闻会主导 谢谢大家 好